还有不满被重判 被告竟然当庭失控翻桌 这名被告在去年因为借不到钱 持刀炉走被害人 遭到收押之后 在上个月法院进行裁处 依照加重强盗罪 判处他八年刑期 没有想到他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 竟然是当庭暴怒 怒踹桌子还摔电脑 甚至抓起麦克风丢向警察官 在法庭上做出无理的行为 让当庭法官相当生气 直言还好判得不轻 让他可以进监狱里好好地反省 马路上亮刀鲁人 王姓主贤去年因为缺钱 向钱庄签本票借贷 却未被审核通过 一期之下持刀压走被害人 又抢走对方陷阱和金项链 落网后遭到裁定收押 上个月30号 王姓主贤被一家中强盗罪 一审重判八年刑期 当下他气炸了情绪失控 踹桌子大喉大叫乱丢电脑 还拿麦克风砸向检察官 说自己根本没拿到钱 检察官都不调查 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认为司法不公 失控行为最后被20多名的罚警 抬毁后审市 事后当庭受理法官 私下在脸书上表达气愤 觉得对方就是看法庭成员不运不火 才敢这样撒野 这种欺善怕恶德人 原本想依职权告发他毁损公务 没有想到却得知电脑和麦克风都没坏 更直言还好本案判得不清 够他在监狱好好反省 后续本署将主动分案 由侦察组检察官 警速查明事发经过 若有涉及刑则 将依法延处 市里递检也将调约法庭相关引营党 确认再押被告有没有公然侮辱或是回省公务 不想遭重判却当庭暴怒 大闹简座 估计接下来的罚则不值一项 接下来的罚刑林郊显台北场报道